善能共色 不但共饲养你 还能帮助你 还能使你心里欢喜 越可欺信 大菩萨所有利于众生 找那个呼发意的菩萨 来照顾一些众生 大家要做入师祥 别做同菩祥 现在照顾这些人 菩萨又怎么回向呢 所谓愿意的众生得调顺心 调和那个心情 常识顺畅 没有违逆心 调顺心 违逆得翻面了 一切佛所修其善根 这都是在一切佛 在一些佛所 就是在佛的道场 或者有佛注释 或者无佛注释 都是佛的道场 佛所 觉悟的场地 就是佛的道场 修其善根 佛注释 菩萨做入师行的时候 他又发愿了 你看一切众生 把他那个心 调顺的 非常的善良 都变成了 凡夫心 变成菩萨心 在一切道场当中 佛所 佛所处的处所 都是道场 修其善根 一些众生 随顺供养去祝福 法院 一些众生 都能够常识的 随顺 随顺佛所的教授 往来又供养去祝福 与佛所有的教化 教法 心能听受 绝不违逆 也就是这样 得佛设寿 常观如来 更无一面 佛设寿 咱们现在大家 都是得佛设寿的 还得华颜祝慧的 大菩萨设寿的 但是我们的心 应当 常随顺 华颜 这些大菩萨 不要有 扎念 就是换句话 不要有 其他的想法 华颜经理的菩萨 什么方法 都告诉我们了 你心里这么用心 身体这么做 那心里这么想啊 心是主要的 咱们从一开始 学习是会儿 怎么样才把信心 永远不对事 文书斯利菩萨 就教授我们了 净行品 全都学过了 一百四十大愿 总是四个字 散容其心 说你把心呢 用好 用到什么上呢 愿一些众生 都称佛 就是供养好了 谁算供养祝佛 得这样奢寿 谁奢寿 佛奢寿 佛常识奢寿 只有一面 信佛 念佛这一面 信佛念佛 其余的杂念都没有 其有一些 随顺祝福的散感 越中山 常情供养一些祝福 无空过世 说我们这时间呢 点点滴滴 都不让它空过 咱们对于时间 没有把它看成很尊贵 说 我有这样感觉 小时候吧 感觉时间过得很慢 特别当小孩时候 十岁以前 十岁以前 你这盼着过年 为什么呢 过年能穿新衣服啊 吃得好啊 书也不念了 什么都不做了 挂玩 想那个时候 就像盼过年 盼过节 盼放假 盼星期天 但是现在年来的盼 赶脚时间过得太快了 好像一年呢 一晃就过去了 事情还没做完呢 这一年就到了 怎么 讲环境一样 好像时间过得太快 还没有讲好多 还没有讲好多 应该讲到实地啊 现在实惠性还没完呢 干脚时间太快 法无定法 有实啊 没有一定的了 以心力 实物定体 实际没有一定的一个标准的 甚至是你的心 甚至 你要感觉这时间 不够让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现在想修成佛 想了生死 想断烦恼 道理没有 而时间过去很快 就老了 老了 就赶紧苦恼了 就苦恼了 他六根呢 他不在这听使唤了 只会不灵了 你到七八十岁的 七十多岁就是老人了 这老年人过年 一年不如一年 一年更比一年老了 他衰退了 衰退了 所以时间不要他恐过呀 可能我们二十四岁的小道友 没有这个观念 今天这二十四岁是好长啊 好长 但是那看电影啊 玩的时候 而且这时间好短啊 就这样 法无定体 业心力 法没有一定的 所以你别人都空过 你都让奢侈一些祝福妙意 言辞清净 游行无畏呀 这个很难 祝福的妙意 什么是祝福的妙意 咱们能受个三规 归于佛 归于法 归于僧 能有这么个特殊的因缘 受过三规 成为佛弟子 就是这个 就是佛的妙意 为什么呢 这个妙子加上 是含义很深 我们刚刚受三规 时候不到 一直佛了 一直法了 一直生了 一直杀了 得到什么好处呢 受个三规 不论你最中间的过程 经过好多苦难 经过堕落好多劫 因为这个种子 种下去了 一定能成佛 这叫妙意 乃至你在修行 在一日三规去做 再去学佛 把身肉 那就快了 那时间呢 成佛的时间快了 所以 这时候 语言 清静 不是语言 清静 是你心 心清静了 只会你的言语 就清静了 没有过错 没有妄言其余 两生乐口 四过皆处 心形无障碍 身体形也无障碍 说有心无畏 什么都没恐怖感 为什么 心无过难啊 没有过难了 什么恐怖都没有了 那居住菩萨都无畏了 人家众上 常越见佛 心无言状 人家众上 尝试欢喜 亲近祝福 系列的 没有言诀了 没有扎念 贪着死 面头没有了 就没有言诀 什么都不执着 那就真解脱 离四所以 不依四间 依三宝 依这除世法 不依这四间法 离四随 严重上 当归于佛 容得去邪归于宠 只有三归 其他归于都不归 也不归也不依 人家众上 随身佛道 心肠要观 无上佛法 这跟那前道 归于处是一样的 心里喜欢 观什么呢 观佛法 观无上的佛法 要当观第一体 无如佛法教授我们的 说得法会大壮 常识观念 观什么呢 单观第一体 替观 法王法 法王法入室 一切法王法 都入室 因素上 随顺佛道 心肠要观 无上佛法 是为菩萨 摸摸上 使菩萨 是善根回向 不是 让人给别人识话 就做入室回向 是为菩萨 远离成功 静自佛地 一切成功 都脱离了 清净佛地国位 能陷入了爱 自在身 能陷的 就是说 我们能够成就 成就什么 成就佛地自在身 这是菩萨 把同谱故事给别人 同时菩萨本身 自身 给人去当佣人去 怎么看 钱头 他国王不当了 去给别人当佣人去 他行菩萨当 能要用国王当佣人的 那这个人 那功德相当的大了 除非祝佛吧 大菩萨吧 佛祝佛摩萨 以身布施 助来 祈辙 说 有来人 祈祷的 向他求 求什么呢 说 你来给我 做奴才 把你财富 都放下 这个 来求这个 向这个求的 那也不是 一般的人 来想象的道理 来成就他菩萨道业了 在你布施石块 生天下心 生如地心 生饮受祝苦 无变弄心 生极次众生 不疲厌心 生与祝佛众生 生与祝众生 犹如慈母 所有祝善 息回于心 生与祝福 生与祝愈 险及那众生 种种勤灵 皆宽幼心 心难散动 勤勤即次 精勤即次 不善而思 喜与善感 如是回乡 今天讲不完了 就讲这些吧 孟参老和尚 1915年7月13日 生于京吉林省 白城地区 1931年 在北京房山县 都率死出家 一生学通显密 教通发宗 畅讲华言 力宏地藏 虽蒙雷谢之灾 三十三载 弘法兴致 未曾烧歇 于2017年 11月27日 在大陆五台山 安详市集 享受103岁 感恩孟参老和尚 一生演说大称 少龙火种 缅怀风范 祈愿老和尚 早日趁愿再来 慈敏读众 力乐有请 认读中华护生协会 兵持佛陀 无缘大慈 同体大悲 以及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理念 慈悲至业 于2002年 成立了中华护生协会 以倡导救护一切众生 尤其时代环境变迁 放生一定要配合政府 所宣导的保护生态环境 以及物种生存条件 等各方配套措施 在放生更要护命的宗旨下 护生协会 这几年都采用 筹建护生园区的方式 来拯救生命 以安养务命的方式 来推广 来救护生命 目前 护生园区于宜兰 共有四处园区 新北有一处园区 于云嘉南地区有十处 高平地区六处 金门设有一处 护生协会在众生平等 慈悲相待的理念下 所推广的会晤有 一 不定期举办各类护生救生活动 以教化世人尊重生命 爱护生命 二 任养清寒学童的活动 筹集清寒子弟助学专款项目 以及提供海外僧节 耶护经费 在国外僧众寻找护持功德主等行动 三 不例外急难救助 以及应生未生胎儿的免费超度登记 四 协助佛教慈悲智业基金会 2021年节下的防疫共僧包 发放等 只要是护职众生 利益众生的善行 都是护生协会 所努力的方向 新逢观世音菩萨出家纪念日 持戒利人天 忏悔除罪障 放生解冤结 福寿广增严 慈悲至业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特举拜八观摘戒 护生祭礼拜大悲战法会 公勤广护法师祖法 及法务指导僧众共同领众 日期10月14日星期五 时间上午8点半开始 地点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二段20号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悲观音道场 敬邀菩萨参与熏习 同灾法义 共募福恩 疫情期间参与共修 请务必遵守防疫规定 佛教慈悲致业基金会 台南分会 成征义公 联络电话 06-271-6616 或 06-271-6612 地点 台南市 永康区 永大陆二段 345号 瘸腿小老鼠 小村子里 三个孩子正在空地那里打球玩耍 这时候 拄着拐杖的小桂 远远走了过来 小桂在两岁的时候 被一辆车压断了一条腿 从那以后 他就只能拄着拐杖活动 没有办法和同龄的孩子玩耍 而且有时还会被他们嘲笑 这让小桂很是自卑 小桂 过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不要叫他来 他是个瘸子 怎么能和我们一起玩呢 就是嘛 他又不能跑又不能跳的 和我们一起能玩什么 没错 他只能玩自己的拐杖而已 你们的话让小桂听到了 你们看他多伤心啊 听到又怎么样 我们说的是事实吗 他就是一个不能跑不能跳的瘸子吗 可恶的老鼠 我非抓住他们不可 爸爸 发生什么事情了 你看 可恶的老鼠 把我们家的柜子都咬烂了 老公 你要想个好办法 制止那些老鼠了 他们最近实在是太猖狂了 放心 我早就准备好了 这个破旧的捕鼠龙 能抓到老鼠吗 当然了 只要在里面放上诱饵 那些老鼠就一定会上当的 第二天 小桂独自在家的时候 突然听到厨房里传来了 一阵老鼠惊慌的叫声 老鼠被抓住了 太棒了 笼子里 一只右后腿残疾的瘦弱小老鼠 正用三条腿 在笼子里跌跌撞撞的寻找着出口 他一边找着 一边叽叽叫着 当他看到小桂走过来后 不由地愣了一下 眼神中露出了惊恐的神色 啊 竟然是一只三条腿的瘸老鼠 这真是一只苦命的小老鼠 小小年纪就成了残疾 我还能用拐杖 它却只能拖着断腿行走 不知道它的腿是怎么弄断的 也许生下来就是残废 也许也是因为一场意外事故 不管怎么说 它真是挺可怜的 不能像别的老鼠那样 翻凉走壁寻找食物 它一定是因为肚子饿极了 才冒险钻到笼子里来的 面对这只瘸腿小老鼠 小桂不由地心生怜悯 于是便打开了捕鼠笼 将它给放了出来 你走吧 以后要小心点哦 原来它的家在那里啊 小桂的父母 在邻村的食品加工厂工作 每天都会很晚才回来 小桂只能孤单单的一个人在家里 也许是太孤单了 也许是同命相连 小桂总惦记着那只瘸腿小老鼠 它拖着一条残腿 还能找食物吗 它对四只剑拳的同伴 也羡慕妒忌吗 小桂很想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 反正闲着也没事 它就静静地坐在厨房 一个被干草遮蔽的角落里 等待那窝老鼠出来活动 太好了 它们终于出现了 咦 那只瘸腿小老鼠呢 它怎么没出现啊 就在这时候 那只瘸腿小老鼠 一瘸一拐地从洞里钻了出来 它想赶紧追上同伴 可是却没有办法 这时候 大老鼠看到了灶台旁有一节玉米 玉米 太棒了 今天有吃的了 我也要吃 我也要吃 嗯 好香的玉米啊 给我留个位置 让我也吃一口 好不好啊 你走开 不要过来跟我们抢东西吃 就是 玉米这么少 我们吃还不够呢 你去找别的东西吃吧 哎 它们是一家人 这些老鼠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同伴啊 嗯 哦 灶台上面有一块红薯 哎呀 果然有一块红薯 红薯的味道可是非常美味的 这几只健康的老鼠很快便爬上了灶台 可是瘸腿小老鼠想尽办法也没有办法爬上去 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它们吃红薯 这些老鼠实在太不像话了 难怪那只瘸腿小老鼠会被捕鼠龙抓住 它平时真是太饿了 那只瘸腿小老鼠无法爬上灶台 于是扭头朝中老鼠刚才啃食的那节玉米看去 那玉米棒上还残留着几颗玉米粒 瘸腿小老鼠跑过去 吃起了那玉米棒上残留的几颗玉米粒 这只瘸腿小老鼠实在太可怜了 不行 我得帮帮它 要不它会饿死的 此时 小贵从衣兜里掏出一块饼干 朝瘸腿小老鼠扔去 正在啃着玉米的瘸腿小老鼠 看到丢过来的饼干愣了一下 它紧张地刺下看了看 结果一下子看到了小贵 它愣了一下 小老鼠不要害怕 赶快吃吧 你这个家伙 竟然独自在这里偷吃饼干 就是嘛 找到好东西也不知道叫我们一起来分享 真是太过分了 走开 这些老鼠真是太可恶了 你们真是太过分了 为什么总是欺负它 小家伙 你不要害怕 我这里还有饼干 说着 它又拿出一块饼干 朝瘸腿小老鼠晃了晃 瘸腿小老鼠愣了一下 它停了下来 然后扭头看着小贵 小贵将手中的饼干扔到了它面前 瘸腿小老鼠立刻朝那块饼干跑过去 然后捧起来 大口大口的吃了起来 洞口 那几只老鼠 探头探脑的 查看着洞外的情况 你们这些家伙 不要再打我饼干的主意了 小老鼠 你慢慢吃 不用怕的 到了晚上 小贵的父亲发现厨房里 还有老鼠活动的痕迹 于是便准备购买一些老鼠药 粘鼠板来对付它们 小贵很担心 他担心那只行动不便的瘸腿小老鼠受到伤害 爸 妈 我不是放暑假了吗 这些天我在家里将厨房收拾干净 不留一点食物 那些老鼠没东西吃就会跑走的 何必还要花钱买老鼠药和粘鼠板啊 傻孩子 即便没有吃的老鼠也会啃食家里别的东西啊 上一次我们家的柜子 不就让老鼠给啃坏了吗 是啊 他们哪里能这么容易就离开呢 爸爸 妈妈 你们就让我试试吧 这段时间我就守在厨房里 我不信屋子里有人 那些老鼠还敢出来偷东西吃 好吧 那就让你试一试吧 就这样 小贵把厨房角角落落彻底清扫了一遍 不留下一粒饭渣一块菜皮 他还把米缸和水桶用木盖盖得紧紧的 把头往院子的水沟用砖头铺得非常密合 整个厨房尖壁清野 不给老鼠有任何找到食物的机会 几天下来 那群老鼠真饿得搬了家 不过瘸腿小老鼠却没有离开 因为这段时间 小贵一直在偷偷喂着它 你这个家伙真是机灵啊 怎么知道这是我发的信号呢 小家伙 快吃吧 现在只有你自己留在这里了 你的那些同伴不会再来和你抢食物了 小老鼠以后只有听到我的信号才能出来哦 要是让我父母看到家里还有老鼠 可就糟了 你听到没有 瘸腿小老鼠已经习惯了从小贵手里接食物吃 只要小贵一发出信号 它就会从墙洞里钻出来 一瘸一拐地来到它面前 用清澈无邪的小眼睛望着它 吱吱叫唤 小贵当然不会让它失望 它总是把最好的 连自己都舍不得吃的零食省下来喂它 现在 它即使把食物扔在自己脚边 瘸腿小老鼠也毫无顾忌地过来吃 转眼间 半年过去了 在一天夜里 小贵突然听到了熟悉的叫声 这家伙 你是不是又饿了 嗯 啊 你怎么胆子变大 半夜跑出来了呢 对了 你不是不能爬高吗 今天竟然跑到这里来了 别叫了 太可怕了 太可怕了 赶快抓住它 爸爸妈妈 你们等等我 就在小贵一家人追赶着瘸腿小老鼠 跑出屋子的那一瞬间 突然地动山摇 一场地震 瞬间让它们的房屋倒塌成一堆废墟 真是好险啊 要不是我们及时跑了出来 那现在应该会被压在废墟里了 是啊 这么说来 倒是那只老鼠救了我们 原来是这样啊 小老鼠之所以出现在卧室 那是想要救我们啊 谢谢你 小老鼠 小老鼠